茶葉跟整個味道 然後滋味 梅門師兄被妥查席 氣定神賢的 在梅門純茶公益講座宣傳記者會上 示範起茶道的養生之道 除了要買好茶之外 更要懂得怎麼來純茶 如果說你今天的每一個步驟 如果說不完整的時候 這茶喝的時候容易有苦澀味 然後另外一個不容易回甘 所以當茶葉它要是做得好的時候 它茶湯的顏色 它比較偏金黃色 然後另外一個喝進去之後 它都回甘了感覺 然後另外一個是 整個喝進去是得到穩定的 15號當天知名被茶師李兆傑 將會在講座現場 把數十年累積的茶道經驗分享給民眾 梅門表示他們現代的製茶缺乏發酵過程 往往在冷氣房作業取代室內尾雕 讓茶葉少了自然香氣 反而不如梅門尊古製法 用甩茶所製成的茶葉 那現代的話因為都講究說大量生產 所以他們會進冷氣房 讓茶葉能夠走水 可是大部分他們走水都走的是過頭 過頭之後變脫水 然後造成這個茶葉泡了之後 差不多泡兩三泡左右 它的茶就比較沒有味道 可是我們經過 師傅給我們這個方法 這樣去甩動的過程裡面 跟我們老師教我們這個 從過程裡面知道茶道變化 跟它味道的時候 我們茶泡八泡十泡 它的滋味都還是非常好 梅門表示茶葉就像人一樣 有其生命必須靠陽光 空氣和水才能增添韻味 因此15號當天台中廠的講座 將會針對分辨好茶 和存茶步驟來解說分享 歡迎民眾免費來報名參加 記者的講座中 查不到